好 就在上午九點多 國道三號北上苗栗後龍路段發生車禍 三十二歲的駕駛開著要價兩百多萬的親人坐休旅車 疑似開啟輔助駕駛系統之後 他分心 沒有注意到車前的狀況 結果竟直直撞上了進行國道清掃作業的施工車輛緩撞車 車禍導致現場回堵了近一公里遠 所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畫面中的白色休旅車直直衝撞緩撞車 劇烈撞擊造成白車翻轉九十度 彈飛中性車道 而事發在二十二號上午九點多 國道三號北上一三五K處苗栗後龍路段 撞擊力道之大 也導致遭撞環撞車 車尾凹陷 造勢車輛車頭嚴重回損 根據了解三十二歲師姓男子 駕駛要價兩百多萬的頂級7人坐車輛 開啟輔助駕駛系統 卻疑似為注意車前狀況 竟然追撞正在進行國道清掃作業的施工緩撞車 內線施工 就在簡直慢慢的行走 他就沒 不知道怎麼 他開很快就直接撞上 嚇到 有內線清掃 休旅車撞到我們的 我們的緩撞車 你們有人受傷嗎 沒有 沒有人受傷 所信只有造成車損無人受傷 但也導致事故路段一度回堵將近一公里 警方表示雙方駕駛沒有酒駕至於詳細事故原因仍帶進一步釐清 謝謝彭光許 苗栗報導